喂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中午好 都能听到声音看到画面吧 我们先测试一下设备 没问题的同学呢就敲一个一 我们就正式开始上课了 今天呢是咱们的第二节课 第一节课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是 控水控墨以及运笔的技法 大家的作业完成的都非常棒 然后还有一些作业呢 等会儿下午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去点评 在群里再给大家点评 那么我们先来上课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关于纸 纸的话呢一定要用生鲜纸 如果是家里没有生鲜的话呢 其实可以暂时不用做作业 等生鲜到了之后呢 我们再开始画作业 再开始去做 因为只有生鲜纸才能很好地锻炼 我们的控水控墨和控制速度 相信大家在昨天的作业当中 应该是深有体会 对吧 如果不是生鲜 那些笔墨感呀 那些感觉就表达不出来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然后如果是今天刚进来的同学呢 可以看一下上一节课的回放 也是一定要按照课程 一节课一节课画 如果你没有学习第一节课 你就直接学第二节课 那可能你有一些技法就画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补一下第一节课的知识 那大家可以把作业直接交到群里 等会呢 下午会给大家再点评一下 然后还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呢 咱们的作业 如果大家每一节课的作业都做了 如果大家每一节课的作业都做了咱们的课程结束之后呢 大家可以把作业呢 发给咱们的助理老师 或者是群主 咱们现在群里的群主 或者是咱们的优化的助理老师 只要加某一个就行 只要加了其中的一个助理老师就行 发给群主 或者是发给助理老师呢 大家就可以得到奖品 奖品呢 是咱们的一只记招云 然后一只单纯 然后还有一个毛毡 只要是大家每一节课 一只记招云 一只单纯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下面的这个毛毡 就是只要大家能够每一节课的作业完成 那么呢 我们就给大家送一份这样的小礼品 回放的话是有期限的 大家尽早观看吧 期限我也不太清楚能保存多久 那因为呢之前呢 我们做幼幻的一直是说 等到我们如果说是越来越好啊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渠道能赚到钱的 我们慢慢的希望能把一些系统的一些课程 慢慢的变成一些免费的课程 因为知识嘛 慢慢的想把它变成一个免费 所以我们通过其他的方面啊 去来去做咱们的一个营收 所以大家如果是在网上看到我们的视频啊 账号啊 也希望大家呢能点赞收藏或者是关注 这个时候呢到时候我们接接广告啊啥的啊 是不是 哎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更多好的这样的福利 回馈给大家 然后以前的那些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公司都去做广告啊 去外面打广告这些我们就从来没打过 我们希望把这些钱呢就是变成一些实惠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一些话材 还不如直接就是奖励给大家 这样还是大家收益 如果是去打广告的话 钱是谁挣了 是广告公司挣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每一节课的作业都完成 这样的话呢到最后上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把作业然后截图一起发给咱们的群主 或者是咱们的诱化教育的某一位助理老师都行 任何一位助理老师就可以领到刚刚我说的一只记招云 一只单纯 一只单纯 然后呢一只阳号记招云 还有就是一块毛毡 好的 那就这是咱们的一个福利 给大家上课的一个福利 也是让大家能够坚持下去 虽然咱们这个课程是免费的 但是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免费的课程当中能有进步 一定要坚持着画下去 你才能有进步 按照老师的这个作业的指导去修改 能坚持画下去才是最好的 好的 前面的材料不够 后面作业补上也算吗 可以的 对 只要每一节课都有作业 看不到老师了吗 现在看不到画面了吗 上一节课的作业可以啊 等到我们 等到大家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之后 可以一次性的发给群主 或者是咱们诱化的助理老师 可以截图也好啊 或者是摆在一起拍照也好啊 都可以 都随便大家怎么去拍 对 补了作业算的 只要是每一节课的作业都做了 进不了直播间的同学 可以在群里找一下咱们的群主 或者是助理老师 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重新进一下 都看得到是吧 好的 咱们就正式进入咱们今天的这一节课 今天咱们这节课跟大家分享的是兰草的教程 也就是兰花的叶子 对每一节课的作业都要做 然后上一节课应该大家感受得到了运笔的速度 是吧那今天呢在教大家怎么样去练习 尤其是画蓝画的时候 怎么样去画出好看的这样的蓝叶和线条 我们呢画蓝叶的时候呢一般直接用浓墨 可以不用加水 比如说我们刚刚倒出来的这些墨汁 把墨汁倒出来之后呢直接占取墨汁 然后在调色盘上或者是甚至是都不用调色盘 不用调色盘也可以 你直接就是占墨汁 把墨汁从那个瓶子里倒出来直接占墨汁画 然后呢怎么样要把它刮尖 对 刚刚有同学说自己看视频练习的画的不好 是吧好差扎心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你没有去练习 没有找对方向去练 我们不要看到一个东西或者是有教程就去画 我们要从它最基本的东西开始练 就像我们刚刚第一节课教的大家 怎么样去控水运笔 这个就是最基础的 这个就是我们练习的方向 你没有这个练习的方向的话 你往后很多东西就画不出来 而不是单独的只开始照抄 抄颜色和抄形 那我们这个蓝叶 第一个要练习的呢 就是匀速 就是运笔的速度一定要匀速 控笔的速度 运笔的速度匀速 大家感受一下 按下去呢 大概是按到三分之一 对 笔要先沾一点水 这个是润笔 每一次在画之前都是笔上的先沾一点水 笔上整个笔 先把整个笔打湿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是一支干的笔 这支笔 你看 它是变干了 洗完之后是这种情况 我们先要整个笔 按在水里面 按一下 好 然后再刮干 这个呢就叫润笔 就每一次我们在画之前都要润一下笔 然后再去沾颜料啊 或者是沾墨啊 因为这样的话 就笔就笔好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如果你直接沾墨 沾颜料 因为墨和颜料里面有胶 一下子直接沾的话 会把这个毛啊 会把它弄得 或者是损坏掉这个毛 或者把这个毛 胶住 粘住 所以我们先要润笔 对 今天呢是用的是狼嚎 因为咱们要画线条 画线条呢 一般是用狼嚎 好 一般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多大的力度 比如说这是笔嚎 大概是按到前面三分之一就可以 这是一个笔尖 这是一个笔尖尖 大概是按到这个位置 前面的三分之一就可以 大家不用很用力按到笔根 或者是按到笔肚子 只要按到笔尖就可以 我们第一个要练习的 蓝页 第一个要练习的 并不是直接画 这里一定要注意 先是什么呢 练习匀速 就是速度 你看 按下去之后 匀速的往一边去移动 尽量是大小也一样 因为你的要控制一下力度 控制咱们的力度 匀速 匀速的往 匀速的往右 好 匀速的往左 对吧 我们不能只是往右画 往左也要 匀速的往哪里呢 匀速的往上 都是中方形表 比要垂直于直 垂直于直面 然后呢 匀速的往下 好 接着呢 匀速的斜着画 这样去练 这是第一个要练习的 大家记住没有 第一个练习的就是控速 就你的速度一定要匀速 每一个方向都去练一下 这是咱们今天的 第一个作业 左上角的也要标一个1 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个作业 匀速的练习 线条的大小粗细要一致 然后呢 按到笔的前面三分之一 横的 竖的 斜的 然后反方向的 都要练到 这个是练习我们对速度的掌控 匀速这一块练好了之后 接着我们才可以继续往下练 为什么你的那个叶子画的不好看 或者是运笔不顺畅 没有别人的那么的顺畅 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些基本功没有练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 我们要练的什么 第二个要练的呢 是 提和按 什么是提和按呢 在匀速的基础上 加上提按变化 刚刚的匀速一定要保持 对 指示深圈 作业的话 咱们都是用深圈 入门的话 都是用深圈纸 对于材料这一块 如果同学还是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看一下第一节课 什么是提按呢 就是匀速的基础上 加上按下去和提起来 提起来和按下去 也是要匀速 你不能突然提和突然按 看一下 好 按下去 提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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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 再提起来 匀速的按下去 匀速的提起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往右边的运笔 一直是匀速的 因为刚刚的第一个练习 第一个练习 我已经掌握了 那么我再加上哪一个 再加上 上 下 这一块 就是按下去 这一块 就是提起来 这一块 再按下去 然后这里 再提起来 然后这里再提起来 而且按和提 它都是匀速的 不是突然按和突然提 如果是突然按突然提 就肯定会出现错误 到时候画出来不好看 好 这是咱们今天的 第二个 匀速的提案 好 接下来 给大家看一个错误的示范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问题 看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如果你的速度不匀速 像第一个作业一样 我先把它滑掉 下面 上面的是作业 一和二 第一个练习 匀速运笔 第二个 匀速加上匀速的提案 对 可以把手肘悬空 不一定手肘要靠着桌子 可以把手肘悬空 抬起来 整个手抬起来 不用靠桌子 对 都是中锋行笔 笔要垂直于直面 如果我们在画线条的时候 速度慢了 这里停了 再快 再快了 你看会出现这种情况 停的地方会阴开 快的地方会出现这种枯笔 所以一定要匀速 然后包括我们的提案 你快速的按 慢慢的提 快速的按 慢慢的提 它是一个什么情况 它就没有这么均匀的变化了 所以都要匀速 不管是运笔要匀速 提和按都要匀速 像这种的话就是错误的 这两种 把这两个作业先练好 这两个运笔方式先练好 这个是最最最基本的 如果这两个东西没有练好的话 那你的蓝叶肯定就画的不好看 好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始讲蓝叶怎么画 蓝叶可以直接用浓墨 直接就是用瓶子里倒出来的墨汁画就行 我们经常讲到画蓝叶的时候 会有一个口诀 叫一笔长两笔短三笔 一笔长两笔交缝眼三笔破缝眼 或者是一笔长两笔短三笔破缝眼 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我们先看第一笔怎么画 第一笔在前面起笔的时候应该轻一点 慢慢的变重 轻一点重一点 然后再轻一点再重一点 可以带下来 这个一般我们来画蓝叶的话 起笔应该画的长一些 有时候可以往下 有时候甚至可以往上 这个线条大家就多练习一下 要练得顺畅 那有时候也可以压提再往上 这两种都行 往上翘或者是往下 往上翘的是微微大一点点 不一定要很夸张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角度是微微有一点点 往下也是微微的有一点点 不能很夸张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好看 或者是这样的话也不好看 就不能有这两种形式 微微的带一点角度就行 然后要注意的就是 中间只有一个这样的转折 一般来说 就是有两个粗的地方 中间只有一个系的地方 整个运笔基本上只有两个粗的 一笔长两笔交凤眼三笔 破缝眼 等会来一个一个给大家演示 这里的粗和细 大家能理解吗 粗和细就像我们看 比如说这是一片蓝叶 我们把它折一个弯 然后大家会发现 现在这一边看到的 是不是粗一点 中间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细的 到这一边是不是又变粗了 是不是这样 它就表示蓝叶的一个翻转 就是粗细变化 就表明是蓝叶的翻转变化 所以如果是这一边的粗 这一边的粗 你把它理解成背面 下面 那么它慢慢的慢慢的到这一块 就翻转了 然后这一块就是上面了 所以这一块如果是下面的话 这里翻转一下 这边就是上面 如果这一边是上面呢 看换一个角度 如果这一边是上面 然后通过中间翻转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是看到的下面 大家能不能感受到 能感受的话 敲一个1 如果这一边是上面的话 那么通过中间的翻转 然后我们又会看到它的下面 是不是像一个拱桥一样 如果是下面的话 那么它翻转之后 我们看到的就是上面 所以这块表现的是什么 粗细表现的是什么 粗细表现的就是翻转变化 从一个面转一下到另外一个面 从一个面转一下 再到另外一个面 为什么这里刻意要跟大家强调 粗细就是翻转呢 因为有同学有这样的错误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呢 它会画成这样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对不对 请问大家这样对不对 最后的这一个 这个对不对 然后它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有很多同学 就是一开始画就不知道 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看 其实一般来说蓝叶呢 是两个这样的粗细 一般一二三 有三个这样的粗的地方的时候 一般来说就是不对的 是的 就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那这个叶子就是不断的在转 它就会拧成一个麻花 是的 现实生活当中不会出现这样的叶子 这个是正常的是吧 它是这种情况 对不对 好 那你要成这样 那得怎么样 那得这个叶子得这样转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过这样的叶子吗 可能它会转两下 是这样 能不能看到这样的叶子 如果你能看见这样的叶子 那你就可以说这个是对的 一般来说自然界当中不会出现这种蓝叶 所以说粗细就是表现翻转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吧 如果现在你画蓝叶 或者是你之前在网上学的 不管是在哪里学的 如果有三个四个这样的粗细变化 那就告诉大家 这个其实是错误的 它不可能这么拧吧 这个就一般是咱们的起手式 起笔应该去画的 一般是两个粗的 然后中间一个细的 好 还有注意点 还有注意的地方 这是咱们的运笔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起笔 这样对不对 这样从 这里呢 直接跟大家讲 这样从理论上来说 它是对的 因为它只有一个翻转 但是呢 实际我们一般不这样画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粗和细的对比太大了 其实画成这样还行 有同学呢 可能就是短一些 这样 这样就非常不好看 我把它画的长一些 可能这样看上去还行 对吧 还没有那么的明显的错误 但是有同学呢 可能画成这样 就是粗和细的对比很明显 而且叶子又很短 那这样就不好看 一般来说呢 我们可以把中间这个细的转折 这一块 可以不用画这么细 大概是压到哪里呢 压到这个五分之一的地方 粗的呢 压到三分之一 这是笔尖 粗的地方呢 可以压到这个位置 细的地方呢 可以用到这个位置 这个是粗的力度 这个是细的力度 就是压到这儿 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好看很多 它中间有很细吗 并没有对吧 所以中间并不一定要非常细 因为非常细 怕大家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也是错误的 这也是大家有可能会犯到的错误 之前也有同学犯过 那这种情况呢 也尽量是去避免 这种情况也不要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这里太特别细 太细了 就感觉撑不起这边的重量 是不是 就感觉这里要掉了一样 这边会掉下来 会脱节 看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所以这又是一个细节 有很多同学在画的时候呢 特别不注意 这里画的非常细 这里画的非常粗 它的粗和细的对比 没有那么大 一旦把粗细拉大了 它就不像是蓝叶了 就没有那种飘逸感了 这里大家如果是知道就敲一个2 这里有很多的这种小细节 小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你如果不注意到就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其实你的那些基本功是非常不扎实的 好的 那我们就接下来进入第二笔 这是第一笔 一笔往下往上都行 接着看一下第二笔 一笔长 或者是这种鼠尾螳螂肚 这个尾巴像老鼠的老鼠的尾巴一样 这个肚子呢像螳螂的肚子一样 好 一笔长 两笔交凤眼 看一下 我们第一笔如果是 很上 两个粗细变化 那么第二笔呢 中间就 给它交叉一下 中间这一块就是一个凤眼 看一下它中间交叉的形状 就是像一个这样的眼睛一样 这个呢就是交凤眼 这是两笔交凤眼 两笔应该怎么样去交 当然这个组合的话是非常多的 并不一定说是非得这样 你看 第一个呢 我可以画成 往外面的 那第二个呢 我可以 往下面 是不是也是交了一个凤眼 两笔都是往右边 那还有呢 那第一笔往上面 第二笔呢 往下面 是不是都可以 只要它中间有一个这样的凤眼 只要中间有交一个这样的凤眼就行 甚至是怎么呢 第一笔长第二笔短都行 刚刚那是两笔差不多对吧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第一笔呢 长一点 第一笔放松的话 大家画的时候一定要放松 我们经常讲到画兰花是要以喜气写兰 所以呢 它运笔的过程是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放松 非常的匀速的 好 这是第一笔 然后第二笔呢 我们甚至是 这里交一个小小的凤眼 这个也行 都行 所以第一笔和第二笔 大家可以自由的搭配 并不一定说是非得像刚刚老师举的这些例子一样 你看在第二笔 这样也可以 这样往右边也可以 这样往上面也可以 刚刚这样全部往右边甚至是搭了下来也行 这样呢 第一笔往上撬 第二笔往下都行 只要两笔 怎么样 交一个凤眼 这就是我们说的两笔交凤眼 好的 接着看第三笔应该怎么画 第三笔呢 应该破凤眼 就是把这个凤眼给它破掉 破掉的就是从中间再来一笔 这样就破掉了 只要从这个凤眼当中去破掉一笔就行 好 那这里呢 有可能是往左边的也行 往左边的叶子 往左边往右边都行 那我来把刚刚的这两个也给它破掉 还有同学说刚刚老师 你倒是往左边往右边行不行 往右边行 这也是破 把这个凤眼破掉了 好 那我往上面也行 是不是 这里是往上面 这里是往右边 然后刚刚呢 是往左边 所以这些搭配是很灵活的 这些组合势力很灵活的 一般来说呢 一些有经验的人 或者是 画过画画的很熟练的人呢 他一般会讲 你来撇三笔蓝页 撇三笔蓝页呢 就能看得到一个人的基本功 就是你这三笔蓝页的安排 这三笔蓝页的 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要有长有短 然后呢 有输有密 有一些离得近一些 有一些离得远一些 你看这里就是密集的 慢慢的扩散开 这两片呢 又离得近一点点 是不是 这一片单独的 又离得远一些 这是关于一些布局 这是第三笔 今天用的是狼蚝 用的是这一只笑红尘 然后大家的材料的话 一定要注意 用的是生鲜纸 然后不管大家在哪里的 生鲜纸都行 只要是生鲜纸 但是呢 不要卡纸 卡纸那些太贵了 划不来 我们只要这种 很单薄的这种一张的 这种很薄很薄的 这种一张的这种生鲜纸就可以 因为要大量的练习嘛 大家刚刚看 我其实画了很多 眼睛会了就好 我们画画就是 先要眼睛会 先要理解 然后再是把手头的功夫提高 最怕的就是什么呢 最怕的就是大家 跟着去画 照着去画 手会动 但是呢 你没有理解 没有去理解它 眼睛不会 头脑不会 我们脑子里没有那个印象 如果是那样的话 反而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 哪里画对了 哪里画错了 然后不知道审美在哪里 不知道往后应该怎么画 怎么练习 有可能手就会画坏掉 蓝叶容易手抖是吧 所以要刚开始就要练 刚刚我上课的时候 第一个讲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匀速 第二个是控制一下力量 要把这两个控制好 然后再结合着 这样的布局 所以前面第一个作业 没有做好的话 后面的其实就完成起来 它的蓝叶就感觉不是很飘逸 不是很漂亮 所以大家就是看回放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 哪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 先是匀速力量均等 你就把速度和力量掌控了 然后第二个作业 上下提比 匀速的按和提 这样你就把提按的速度也掌控了 都是匀速的提按 不能快提慢按 也不能慢 慢按快提 也不能快按慢提 总之它的提按要是匀速的 不能忽快忽慢 这两个匀速的加在一起 你才能画出叶子来 这个才是咱们学习的 怎么样去学蓝叶 而不是说你直接就开始照着画 直接开始画的话 你练不出来的 不知道从哪里练 可以看一下回放 这里不耽误上课的时间了 关于奖品 或者是关于前面的一些材料等等 第三笔可以画得很长吗 可以 你看可以画长一点 也可以画短一点 都行 这个可以灵活的去搭配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折叶 我们看一下折叶怎么画 折叶就是它折下来了 折下来先起笔 好 转弯再往下 这个就是折叶 它往右边这样折下来 折叶它最细的部分 一般是在转弯的这个位置 是它最细的部分 好 有同学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折叶它会画成这样 这样就不对 一般来说 转弯的地方 是我们看到它交界的地方 会最细 你看最细的地方在这里了 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 一般是在这个位置 是最细的 所以画折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然后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打开 跟大家讲一下练习该怎么练 就是前面的这些练习练线条的时候 你看这样 好 粗细 你看把手 把手不要靠着桌子这样打开 好 先用可以先用淡一点的墨 怎么呢 先用淡一点的墨 你各种方向的你看好往右边的 然后往左边的对吧 按提 高一点低一点 高一点低一点 好 再用浓一点的墨汁 盖在这个浅一点的墨汁上 还能看得清晰是吧 两个方向都要练 往左边往右边都要练习 好 这样去练 直到练到怎么样呢 直到练到这张纸完全看不见了 就是很混乱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停止 要不然这张纸就太浪费了 你想你如果是这样练习 画个两笔你就不要了 那就得浪费很多纸 所以练习的时候呢 应该怎么样练一下 就是在这个纸上画 先用淡墨 从淡化到浓 这样呢我们就能看得清晰 你如果先用浓墨画 那等会用淡墨你就看不见了 是不是 这也是教大家一个绳纸的小诀窍 怎么样节省这个纸张 然后呢手要拿起来 拿起来不要靠着桌子 放开了画 放开了练 就是要练我们这种大胆 大胆下笔 大胆琢磨 这是右折页 接着我们看一下 还有左折页 左折右折都要练习 我们不能只练一个方向 是不是大家往右边画顺手一些 对吧 都是这样 你看右折页 是不是顺手一些 左折页 可能就没有那么顺手 但是也要练 右 左 这两个运笔方向 都要去练习 不能只练一个方向 你练一个方向 到时候左边有一个折页怎么画 那不是画出来抖吗 容易 然后还有注意 转折的地方 在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最细的地方 一般是在这个位置 稍微偏一点点没关系 它是一个区间 不要往旁边去画最细的 那样的话就感觉有点奇怪 然后还要注意 有时候它会断开 这里断开可不可以 断开是可以的 这叫什么 这叫笔断一连 看一下 好断了 你是不是仍然能感觉到 它是连接起来的 还有一些折页 它是折的 马上 它不是一个圆弧形 它感觉像是折的特别明显 平常的折页可能是这样 有一些折页它是这里直接就是压扁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种叶子画出来也很漂亮 所以这种叶子有时候在兰花当中 它的趣味性更强一些 是吧 我们经常看的最多的就是这种 偶尔加一个这样转直角转折的 是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中间也可以断开 是一段 笔断一连 就是我们仍然能感觉到 它是一块一片完整的叶子 后面来的同学 如果是奖品的话 不清楚的话 到时候看一下回放 今天咱们这节课的 我们继续来上课 对毛章和两支笔 这里就不耽误大家上课的时间 我们先讲知识点好不好 每一节作业都完成的话 会有一个奖励的 有非白可以吗 可以 但是不要太多 举个例子 这样行不行 这样就不行 因为都是非白 这样行不行 这样可以 你只有一点点非白 或者是偶尔的一点点非白 一部分非白可以 可以有三分之一的非白 没问题 大概是三分之一这个度 就是不能全部是非白 那这个就不好看 就是有点太放了 有一点点非白可以的 然后不要每一片叶子 都是非白 就是不能每一片叶子 都有这种尖尖是非白的 那也不好看 偶尔来一片有非白 可以 很多东西都是要有节奏感 不能全部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古画当中就是要有变化 变化是一直都要有的 这是左折叶和右折叶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断叶 突然断掉了 这一种 这一种就是立马提笔 不要停顿 这种是断叶 也是非常非常少见 你画了很多 从或者是偶尔想来一点有趣味性的 你就加一加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 跟那个直接的那种 直接的那种90度的折叶差不多 这种是非常有意思的 不能停 你如果是停下来 再提起来 你看这块是不是就阴开了 所以速度一定要快 直接就是提笔 不用调 墨是直接用浓墨 不用调 直接用这个倒出来的墨汁就可以 直接用倒出来的墨汁 不用去加水 不用调和 只不过我有时候用这个调色盘 刮的时候好刮一些 这样按的时候 刮尖的时候好刮一些 我习惯用这个刮 不用加水 不用调和 很生硬的话 我们就要把手放开 要放开来去练习 像刚刚那样 先从淡墨练到深墨 先从淡墨练到颜色 慢慢的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越来越黑 把那张纸完全练到 看不见为止 这个就是咱们的练习的方向 继续 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包根拓 就是根部的叶子 根部的叶子应该怎么换呢 它像一个鱼头一样 两边把它给包起来 把中间的这些叶子的根部包起来 像刚刚的这些叶子 是吧 刚刚的叶子 我如果要画一层的话 这是最后 有一个包根拓的叶子 就是在根部 根部这种小叶子 把它这样包起来 或者是根部带一些这种小叶子 这个就是最后根部的小叶子 这个就叫包根拓的叶子 它就像鱼头一样的 这样的鱼头 按笔直接往上带 按下来之后 直接往上面带就行 或者是按 直接往上面带 或者是往下面带 就把它包住 它是一层一层花 把它这样包住 然后呢 其实大家如果是更讲究一点 墨色的话 就是有浓有淡 不一定全部是用浓墨 这些叶子 有浓的 有淡的会更加的好 它会有空间感 有笔墨的趣味 然后疏密一定要安排一下 叶子与叶子之间 不能都画在一起 然后呢 要有错开 有聚合 然后那种从来 就是很多很多的 一般的都是分组画的 你可以这里画一组 好 然后在它旁边又画一组 然后在它旁边离近一点 又这样画一组 这就是从来 一定要有大有小 可以从左往右 也可以从右往左 这样运笔都可以 要有整体的趋势 比如说这个兰花 整体朝右 整体朝左 偶尔来一点 反方向的是可以的 你不能全部都是一个方向 全部都是一个方向 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呢 在那种狂风的天气 就是你要表现这个天气 有很大的风 狂风在吹的话 你可以全部都是朝一个方向 一般来说 都是有一个整体的趋势的 然后呢 不能左右对半 如果你画蓝叶的话 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这样就不好看 这个就不好看 要整体 比如说整体都是 都是往某一个方向 偶尔来一点点腻的 这种是可以的 它整体是不是都朝右边 这种是既朝左 也朝右 这种就是错误的 这是我们在布局的时候 要去考虑的 它有一个大致的朝向 除非是什么 除非是出现这种 有狂风的这种感觉 大家看一下 这种布局 是不是全部朝一个方向 它就感觉有风在吹 看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 这种是正常的 这种就是有风吹 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左右对半的 就是错误的 不好看 它就没有一个是 没有这种味道 所以大家在画蓝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对 根部的叶子可以弯曲一点点 然后还有一个点 就是在画根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它不是从一个点散发出来 有一些同学 可能画根部的时候 可能是都是从一个点散发出来 这里只画根部 这种也是错误的 这种散发的蓝叶也是错误的 根部一般是什么 它要有高低疏密的变化 就画一柱吧 画一重吧 好 一笔长 两笔怎么样 交凤眼 是不是 然后三笔 三笔破凤眼 再来个短一点的 四笔五笔可以见折叶 四笔五笔 然后包根拓的一些叶子 好 那这一小丛蓝叶呢 我们就画完了 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看一下 它的高低 是不是有高有低 是不是有高有低 不是从一个点散发出来的吧 这个是错误的 它一定是有高有低 有些地方这边高一点 那慢慢的呢 就这边的左边的就可以低一点 然后有输有密 你看这边的一二三 它是不是排列的整齐一点 这两根是不是密集一点 这三根又密集一点 或者是这两根又离得开一点 这两根又离得近一些 最左边这两根小的 它也是要有疏密的 你不能全部是排的很整齐 有同学画蓝叶的根部的时候 是怎么样画的 这样 它高低掌握了 但是呢 看一下 它根部是这样的 这样也不好看 一二三四五 我觉得排的很整齐 一定要有疏密 有高低 这里密集一点 这里密集一点 这两个重叠在一起 这三个又乘一组 这五个又乘一组 这两个又单独的是一组 这样的根部才好看 画的很快是吧 对画是很快 但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通过大量的练习 经常讲台下十年功 台上怎么样 一分钟 那比如说这里 往左折叶 左折叶还什么 还断开了 是不是趣味性更强 左折叶断开了 笔断一连 然后呢 一笔长 两笔交了一个凤眼 三笔破凤眼 而且整体有一个往右边大的趋势 好 这是咱们的第三个作业 就是这一组栏页 就按照这一组栏页的组合去画 到时候大家可以截图 截视频里的这个图 就按照这一组栏页去画 这一组栏页就包含了很多的内容 第一个是交凤眼 然后粗细 微微的粗一点点 这里就是粗 然后再到细 这里就不动了 都是细的 然后破凤眼 整体有一个大趋势 根部呢是有高低错落 有树米错落 左折页呢它还断开了 就这一组是很有意思的 这是第三 今天的第三个作业 就是把这一组再画出来 作业的话呢 就是这三个 是的 因为咱们这个果幻呢 其实它不是特别耗时间 可以零零散散的去练习 不一定非得说是 你今天非要两个小时的整的时间 大家什么时候有空 就什么时候练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现在没空 你可以拿一支笔 比如说你现在没有纸 没有笔 你在办公室 对吧 那你可以拿一支写字的笔 拿一支写字的笔干什么呢 比如说这是写字的笔 你拿一支写字的笔 你在空中这样练 就像刚刚可能这么多同学 在上直播课 不一定每一位同学 可能都是真有话材在身边 你可以这样 在空中这样练习 这样练习是练什么呢 练手的灵活度 刚才有很多同学说 画起来抖 对吧 有没有同学画的抖的 现在跟着画的 有没有画的抖的 或者是粗细掌控不好的 那你现在就把这个手肘 手肘抬起来 不要靠着桌子 悬空 好 然后这样 练什么 第一个是练匀速 就是你的这个往左往右 往左往右 往上往下 斜着 先练匀速 就是把你这个移动的速度 练成匀速 移动的速度练成匀速 这是找手感 移动的速度练成匀速 然后呢 再结合着上下 就是往上面提 往下面按 好 往上面提 往上面按 带一点点提按 带一点点提按呢 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个作业 要练出这种线条来 匀速的按和提 出现这种情况 按提 按提 对 酸和斗就对了 线条有点斗 手有点酸 这是正常的现象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三个作业 第一个作业控速 第二个作业呢 控力度 都是要匀速 今天就是一个匀字 最重要的就是匀速的这个匀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一层蓝叶 大家照着去练习一下 甚至不一定要跟我画的一样 你可以画其他的 你可以在网上找啊 或者是自己去组合都行 画一层蓝叶就行 第三个作业就是画一层 画一层蓝叶 今天的主要是跟大家讲叶子 好的 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 上一节课的作业 大家都画得非常棒 水分控制的非常好 然后先是要一定要把材料用对 材料的话呢 在群里有很多同学问我材料是在哪里 大家可以搜一下右画 在右画店里买就行 然后不一定非得说是在这里买 都可以 不管你在哪里买都可以 要求就是深宣纸 纸要求就是深宣纸 其实咱们店里是什么 咱们店里是之前我试了很多 像我试笔的话 应该试了有几百只笔 我这里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都是我在网上买回来 我在网上买回来的笔还不止这么多 这些笔呢 都是给大家做测试 就是我看哪一只笔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就是价格又便宜又好用 才给大家放到店铺里面 就是避免大家少走弯路 当然大家随意 在哪里买都无所谓 你要是想不花冤枉钱的话呢 就可以来我们店铺 看一下我推荐的这些笔 其他的都随意 都没关系 在哪买都无所谓 只是因为我看到 有很多同学用的纸都是半生熟的 还被老板说是生鲜 所以我怕大家受骗 都可以都可以 但是材料一定要对 生鲜纸 这是最重要的 笔的话还好 然后呢就多多的练习 根部能分开 根部可以这样 它是有这种 它其实是从一个地方长出来的 只不过没有 没有画成这样 你画成这样的话 就显得很呆板 就感觉很死 很呆 你看 我同样也是这样 我这里 从这里出来 好 这边高一点点 是吧 这边再高一点点 这边连接在一起 在这边 看是不是这样就好看一些 有高有低 你看它如果是连这个虚线 它其实差不多都是从某一个地方长出来的 对吧 但是你如果都画出来 它就不好看 很 就是不灵活 不灵动 画面没有灵气 这样一从 你看它其实长势 是不是都是从这个 我手指点的这个点子长出来的 你看从这里长出来 是吧 从这儿 差不多是这个位置长出来 这一从 但是呢 有些地方它不画 所以要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有输有密 但高低有时候也可以不用画这么高 你可以平着画也行 要看你是画在石头上呢 还是画在平地上呢 还是画盆景 这个具体的问题 就可以具体的去分析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咱们今天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就是对线条的练习 一定要多练 练到什么程度呢 节约一点纸 在这个纸上练成这样 还可以继续练 再用浓墨再练 先用弹幕练 弹幕练完浓墨练 练到这里看不清为止 再接着往下面再去练习 然后呢 做作业的时候 就这样 画一组就行 做作业的时候 你不能画得 重叠在一起 那样我就看不清了 对 都是用中锋的线条 今天都是用中锋的 中锋形笔 笔都是垂直与纸面 好 那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了 然后呢 如果是有哪一些地方 感觉 说是没有老师的 有灵气 对吧 用什么样的线条 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到时候看回放 回放呢 我们可以拖一些进度啊 或者是有一些那种 我们其实可以反复的看 就是回放 你觉得哪里如果是没懂的话 大家可以反复的去观看的 这是回放的好处 就它不像直播一样 过了就没了 它是过了之后 你可以重复看重复看 看具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练的时候要离开桌面 要抬起来 手肘要离开桌面 这样呢 你就会放松一点 你看 这样就会拉得很大 手肘啊 离开桌面 这样 你是不是运动的范围就很大 这个线条是不是就很流畅 你如果靠着桌子 你看你的线条就是只有这么小 这么短 而且是只能成这个弧形 抬起来 整个都可以画 咕咕都对了 所以要练习嘛 按照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方式 去练就行 是的 是肯定是手抖 不手抖才奇怪 手抖就是正常的 好的 拜拜 今天是周二 明天是晚上 明天咱们是周三是吧 明天是晚上的七点 然后等会呢 下午呢 我会抽时间给大家来 看作业 拜拜 我就下播了